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李松大使 在3月6号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宣布 中方将捐款20万欧元 用于保障乌克兰核设施的安全 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以实际行动支持机构 为加强乌克兰核设施安全所做的努力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 积极致力于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 日前中国外交部发布了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明确将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 作为重点合作方向之一 毛宁表示 中方前不久发布的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 也明确表示 中方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 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 为促进和平核设施的安全安保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决定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 向乌克兰核安全核安保技术援助项目 捐款20万欧元 就是以实际行动 支持机构为加强乌克兰核设施安全 所做的努力 毛宁表示 中方将继续劝和促谈 支持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从根源上消除核安全风险 促进乌克兰的核设施安全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先 帮助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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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